大家好 这节课和各位分享一下 做一个网站建设项目 身为网站主也就是甲方 花钱的就是甲方 需要做哪些工作 看了这个课程 会让甲方公司的负责网站这个项目的接口人 更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工作 从而节省投入的总时间 首先甲方需要安排一名负责建站项目的对接人员 这个位置不需要懂太多的技术 也不需要有多高的职位 但是他需要有时间 要有执行力 并且他要与其他部门沟通协调 这种合作能力要强一些 另外他还要勤奋好学 如果不是很懂网站建设的话 这位接口人具体的工作是很琐碎的 因为他要联系公司的法人确认一些事情 他还要与公司其他部门配合索取资料 比如产品的资料 新闻资料等等 他还要与设计师沟通 图片怎么设计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尺寸等等 这个设计师可能是公司内部的 也可能是外包的 如果需要做多语言网站的话 还要对接外面的翻译或者公司内部的翻译 以及资料的交对工作 如果产品需要拍摄的话 还要联系摄影师 这个摄影师也可能是公司内部或者是外部的 另外还要用公司的邮箱和信息去注册购买玉米和主机服务器等等这些操作 因为这些产品的所有者是甲方 上面说的是网站接口人的主要一些工作 下面说说建站前期需要准备些什么 第一个是网站结构图 这个网站结构图就是网站的主导行一二级栏目的那个东西 这个结构图的出稿可以由乙方先出 也可以由甲方自己出 如果不会可以参考一下同行的网站 然后最后由甲方领导确认网站结构 一旦这个结构确定了 网站坚持执行阶段就不能再变了 其实也可以变 就是变了之后会影响工期和成本 这个结构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纸上画 或者word 或者是一些思维导图都可以 第二个是提供产品相关资料 这个产品资料有很多要说的 第一个是产品分类 因为有的公司产品分很多集很多类 产品也很丰富 第二个是产品的高清大图 那种多角度的产品大图 比如有正面的上面的侧面的图片尺寸 最好在1000像素以上 这个图片将来用于产品的缩略图和相册 因为准备这些图片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在网站建设初期可以只提供一到两个产品 那种样图就可以了 用于网站测试 然后在网站建设制作期间 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 可以准备其他的图片 如果公司没有图片的话 还要请外面的摄影师去拍摄 然后修图 也需要一些时间 产品资料的上传 等网站建设好之后 建议这部分工作由甲方自己来上传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建占的成本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甲方对自己的产品很了解 乙方不一定懂产品 比如说有一些错别字 产品分类与产品图片是否对应 如果不是很理解这个图片的话 他不能一眼看出来这张图片是错的 把产品资料上传到网站上 这个工作没什么技术难度 像简单的图片处理 上传培训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一个是产品参数规格 像这种信息都是用表格做的 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方式是 把这个表格截图做成一张图片 上传到这个产品的参数规格这个页面里 因为有很多人他比较熟悉这个Excel 但是不一定熟悉网页上的那些CSS 如果不想用图片做表格 又想让表格变得漂亮一些 需要自定义CSS 用CSS来修饰表格的那些边线边距 还有单阴格里面文字的字号颜色等等 下一个产品介绍的长图 比如京东上的产品都有一个很长的图片 用来介绍产品 但不是所有的甲方都有这种图片 这种图片需要花很长时间来策划设计 可以请公司内部的设计师或者外部的设计师来设计 产品视频 一般是MP4格式的 分辨率最好是1080p 外面有很多这种拍摄和制作此类视频的公司 他们一般导出的视频都很大 我们在网站上用的时候需要给它进行转换压缩 视频的轻易度也需要性价比 画面要清晰而且流畅 视频的尺寸尽可能的小 因为这些视频都会占用服务器的带宽和流量 下一个是网站的页面资料 比如关于我们联系我们 说服服务这些都是普通的页面 做这种页面需要图片和文字 如果觉得网站自带的那个编辑器排版不好看 可以请设计师把这些内容直接做成图片 因为网页对字体字号行间距位置等等有很多限制 不利于设计 下一个是多语言网站 如果需要做多语言网站 可以在主语言网站建设的时候 准备其他语言的资料 像标题之类的翻译 可以通过有道翻译或者是谷歌翻译 长篇的文字最好请专业的翻译 如果不讲究的话也可以用在线翻译 网站备案 如果想把服务器放在中国大陆 调走备案流程 外贸网站和香港免备案主机可以忽略网站备案 备案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 虽然不需要花钱也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需要花时间和精力 我们在wordpress免费基础课里有一篇文章 是关于网站备案需要准备资料的一个清单 以上说了这么多都是网站建设前期要准备的工作 下面说说网站建设的中后期甲方还需要做些什么 我比较喜欢在网站建设执行之前尽可能多的确认内容 这样在网站建设执行过程中问题会少 网站建设的工期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不可控因素 不可控因素越少 网站建设工期越容易把握 甲方和乙方其实都不喜欢那种不可控的东西 这种不可控的东西就是提前没考虑到 然后后来就发生了 在网站建设过程中大部分都是乙方的工作 甲方可以验收他们提供的资料 与选择的这个主题模板它们之间的适配成果是否OK 就是把demo网站的英文和图片换成中文和自己的图片 在签合同之前甲方选择了主题的demo 以及根据这个demo准备资料 验收页面适配这个环节一般问题不大 下面再说说banner 甲方的设计师或者乙方的设计师提供的banner 那个横幅图片 像这种图片的适配问题可能会多一些 因为wordpress网站是响应式的 它在PC电脑上和手机上看到的这个banner效果不一样 需要调试几次才能成功 像首页的banner是网站给访客留下第一印象最深的地方 这种地方最好找领导看看确认一下 像有些甲方对首页这个banner要求非常的高 可以直接用图片做成成品 也就是说把图片和文字直接做成图片 虽然wordpress的幻灯片很强大 比如slide revolution 这个幻灯片编辑器里的文字的位置 字号、字兼具都可以随意调节 但是不能修改字体 默认只有微软雅黑和送体可以用 有些甲方特别是对品牌比较看重的甲方 更喜欢用图片做banner 这样才能体现他们想要的品质感 像网站其他页面也可能会涉及到banner图 我建议其他子页面的banner图的背景图 可以统一用一张图片 如果有特别要求的甲方 也可以每个页面定制一张banner背景图 当网站建设完成之后 甲方要进行网站验收 主条检查网站服务明细 看看是否都实现了 而且还要接受网站使用培训组织人员上传资料 上传资料的过程还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小问题 等网站确认OK之后 为以方支付对应的款项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欢迎大家补充 这节课内容就到这里 下次可见